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回到我們盤中的現場 台北股市現在大漲 因為上個禮拜 從禮拜一跌到禮拜五 哇 今天漲起來 幅度還不小 但問題是這個盤 我們現在要怎麼去看 待會兒我們有答案 我們待會兒慢慢來說 我們稍微看一下 既然整個指數開高之後震盪走高 那現在台北股市漲了快200點 可是你注意看 像台北股市漲起來成交量越縮 像成交量是1309億 現在已經1點鐘了 快收盤了 那預估到收盤 目前看到是1500多對不對 好啦 我們就再給他多加一點 不到1700啦 不到1700 整個指數 上個禮拜的這一段 跌了700多點 台股現在一漲起來呢 哇 漲得快200點 好 那各位 我可以跟你保證 我們現在節目是1點鐘 等一下1點半就收盤了 剩下沒有幾分鐘啦 從1點半收盤到你晚上所有的節目 大家都會跟你講 你看吧 我跟你說這個禮拜會反彈吧 我叫你不要殺低嘛 對不對 你一殺低你看 現在你怎麼買回來 對不對 所以你要跟著做 你才會賺得到錢啊 然後接下來呢 再拿一檔漲起來的股票 跟你講你看我的股票大漲 好 這是下午所有老師的 節目的講法 好 那我要跟你講喔 這種講法你要看多久 下午節目都不用看了啦 我已經告訴你它會怎麼講了啦 但是重點是如果這個盤只是反彈 我問你 你有什麼好高興的 我有說錯嗎 可不可以我們來仔細看啦 因為你台北股市呢 上個禮拜這一跌下來之後 它已經造成這個位置去買進的 都是套牢的嘛 對不對 我不要說100% 最起碼95%以上都是套牢的 好 所以今天反彈起來呢 你不過還在等解套嘛 那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如果說好不容易彈起來 你能夠稍微去減少損失 結果你把它看成如果是回升的話 那彈不上去呢 不就越買越多 不就越套越多 對不對 好 那重點是 這裡是反彈還是回升嘛 那我們來看嘛 你認為這裡是反彈還是回升 現在大盤呢 漲了200點嘛 反彈還是回升 同樣我們來仔細看一檔 如果台股這裡去走回升啊 這檔股票怎麼會破底呢 這是全台北股市裡面最好的股票耶 最高價的股票耶 這叫大力光耶 大力光到今天為止還在創破斷低點啊 那我問你啊 如果說當大力光都能夠創破斷低點 這代表著說後面還有很多股票 它要創低點 為什麼 因為高價股的比價效應 它會一路的往下 那關於個股的部分呢 這東西我待會一一來跟你去做解說 好 等一下我會去講個股的結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整個大盤我們要怎麼去做研判嘛 因為台股今天大漲嘛 大家都會跟你說 你看吧 叫你不要剎低嘛 我跟你說這裡要反彈嘛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問題是 你前面的股票都套牢套一堆了 套到現在為止呢 也沒辦法解套了 就算反彈又怎麼樣 再買新的股票嗎 有沒有 你沒有那麼多資金啊 不要說買什麼你都有 沒有那麼多資金啊 你現在怎麼樣運用你的資金 做最有效的一個操作 好 我們仔細看喔 台北股市現在怎麼解 你過來一點點 來 8月18號那時候我跟大家預告 9月要走空投 8月31號我也跟你講 9月要走空投 對不對 好 多空要怎麼去界定 朋友 你想一下喔 從7月底以來啊 我就跟大家講喔 台股呢這地方會去開始走區間 那這個區間呢 它本身是在走一個又多盤嘛 對不對 那時候跟你講你可能不相信 跌下來了 不信也不行 因為台北股市呢 你從整個法人面來看 那個時間點 我跟大家講 三大法人的賣鈔越來越多嘛 賞戶呢 也是越買越多嘛 對不對 好 當時在走區間盤的時候 我們是從籌碼的角度裡面 跟你分析嘛 好 那再來 除了籌碼之外呢 我還跟你講過什麼 均線的問題嘛 對不對 未來這條月線怎麼走 OK 沒錯啦 那現在的月線呢 它是緩慢的下壓了嘛 沒錯啦 好 各位 再仔細來看 我在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9月 對 上個禮拜一 那時候我跟各位講過 台股來到這個位置區的時候 現在問題不是說只有在月線 現在問題是在季線 在季線 為什麼 因為季線一路走洋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在9月11號我跟他講 如果台股就在那邊走區間的話 10月中旬左右 月線就要破季線 可是呢 那時候我跟他說 它會不會提早發生 會不會提早發生 這要看國際股市嘛 好 沒錯啦 好 那各位 結果國際股市是不是跌下來 好 我們再注意看 到了上個禮拜四我就跟他講 你台北股市呢 既然已經跌下來了 那你現在從趨勢的角度來看 它的月線呢 要跌破季線 它時間會提早 對不對 好 我們注意看 現在的月線呢 它的位置在12667嘛 季線呢12588嘛 對不對 好 你注意看 大概相差個差不多80點左右 好 80點左右 好 那各位 因為你月線啊 它現在的成本區在這個地方 季線的成本區在這裡 也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禮拜 只有三個交易日啦 好 因為要過中秋節了 好 要過中秋節 那長假之前呢 這地方啊 多多少少都會有賣押 待會我會跟你講 丙種賣押 好不好 丙種賣押 我日記明後天要出來 明後天要出來 那今天為什麼要講 有它的道理在 等一下我會跟你說 好 我們來看 我們先把趨勢這條解決掉 因為你現在整個季線成本在這嘛 你未來都是在高點啊 所以你季線還是上移啊 那你現在呢 整個月線下壓的走勢已經出來了嘛 所以你月線跌破季線的時間點 我預計在5個交易日左右 也就是說下個禮拜的後半週 這個月線就要開始跌破季線 月線就要開始跌破季線 好 那各位 那當然你會問我說 老師他一定會越線破季線嘛 那這個盤他一定上不去嘛 好 那各位我們來看嘛 你現在台北股市如果說 要化解月線破季線的話 做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趕快大漲 繼續漲 你趕快漲到月線之上 漲到月線之上 那你暫時可以先化解 月線會破季線的危機 對不對 好 可是他到底有沒有這個條件往上漲 重點在哪裡 還是國際股市啊 好 你先來看 上個禮拜五 我們在節目裡面有跟各位說 台股下坡沙盤的關鍵點在哪裡 我要看這個位置去 Hello 我要看這個位置去 OK 好 各位你注意看 上個禮拜五我跟他講過 你先看這個 法國股市就已經破前滴了 對吧 這是法國股市嘛 他破前滴了 他這一破前滴你會發現上面套牢一堆了 六七八九月份買進了全部套了 好 那再來 中國股市上禮拜五也破前滴嘛 你看喔 是不是前面那低點上個禮拜五破了 到今天為止喔 你注意看喔 現在高科肌股跟肺半他是不是有彈起來 沒錯啦 好 那各位就讓他彈起來 問題是他反彈起來呢 不也是區間嗎 你看喔 人家現在月線都在下壓 那月線成本上來了嘛 所以他還會繼續走壓 走跌 你季線還是上來啊 所以高科肌股未來的月線破季線的趨勢 他沒有變 他沒有變 好 現在這五個重點裡面 已經有三個都破了嘛 好 那我們來看美元 美元能不能再讓錢高94.59 我們算94.6 好不好 我們再仔細看喔 像94.507嘛 其實94.6昨天就升破了啦 那現在稍微整理一下了 可是你會發現到什麼 美元到現在為止 他並沒有讓你看到走弱啊 對不對 好 那各位你想想看喔 當然國際股市它一直在創低點 那當然你說台北股市要往上高 我覺得那不可能 好 那就不可能嘛 但問題是呢 現在德國已經破前低 中國破前低 法國破前低 現在美元呢 算一半 原本已經站上94.6 現在來到94.5 對不對 好 所以差不多一半 但是你想想看喔 這裡只要這個再繼續強 或這些股市呢 它又繼續走弱 就像今天中國股市一樣 它破前低啊 那如果說這些個股呢 這些個股的走勢呢 它還在續弱的話 投入你想一下嘛 這能夠撐多久 如果說這只是在走區間 後面再跌的話 那這些股市呢 還會繼續再跌啊 那你告訴我說 老師 台北股市這裡走回升 我又說機率不大嘛 如果走回升大力光不會這樣啊 最好的股票是跌啊 最好的股票今天還在創低點啊 這怎麼可能 好 那今天為什麼會漲 我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跟他說過 那時候 禮拜五的時候我跟他講 外資的未平倉口數啊 是一萬五千多口 好 一萬五千多口 但是禮拜五的時候呢 他增加了八千多口 所以我禮拜五就跟他講 這禮拜會談啊 因為你突然增加了八千多口 他會出現反彈 好 問題是他為什麼會反彈 同樣 因為明天磨台結算嘛 你磨台結算 在這個月的磨台的倉位啊 他比前幾個月都低 但是因為指數跌下來之後呢 多方是大輸嘛 那現在呢 到今天我所看到呢 大概只剩下八萬口左右了 所以還有一些單子嘛 所以呢 他在整個禮拜五的時候呢 他未平倉口數一路增加 他只是為了明天的磨台結算 讓多頭去反撲 但是我的看法是啊 多頭今天就要平了啦 不要再等到明天啊 因為這個禮拜比較特殊 因為中秋假期嘛 我們就三個交易日啊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不要等到明天嘛 所以今天指數為什麼拉起來之後 就在那邊噹噹噹 它跌不下來 因為磨台要平倉 好 明天 就是說明天磨台結算 今天他要把倉子平掉 好 當他把倉位平掉之後呢 同樣你要注意聽喔 明後兩天我認為那個壓力就要出來 原因到底在哪裡 因為我們禮拜 我們這禮拜到禮拜三之後就放假了 你放四天嘛 當你放四天長假之前多多少少會有賣壓 但是問題是這個賣壓最主要來自哪裡 我剛跟他說過啊 丙種賣壓嘛 因為天數多嘛 你的利息要增加 你的利息要增加 再加上這四天到底國際股市會怎麼樣 他都沒有把握啊 因為你這個禮拜 美國兩個總統要電視辯論嘛 到時候會激起什麼火花 會什麼狀況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 市場上照理說啦 長假之前的賣壓再明後兩天 再明後兩天 所以要稍微注意啦 因為後面那個品種賣壓就會開始慢慢出來 所以我是建議你啊 台北股市這地方的反彈 能夠調整的趕快調整 不要爆一堆股票 因為到現在為止啊 你光從籌碼的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到喔 融資在禮拜五的時候減39億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還有1518億啊 融資減不夠多 為什麼我跟你說融資減不夠多 因為你台股啊 上個禮拜五是這裡嘛 那你這個位置區的 的低點差不了多遠啊 對不對 可是那一天融資減55億啊 融資水位在1441嘛 可是你現在融資水位還有1518啊 對不對到這裡還有1518嘛 你說怎麼會減得多 減不多啊 所以融資減肥還不夠啊 所以你不要把這個反彈看成回升 結果你拼命去嘛 因為到現在為止喔 今天指數雖然漲 但是個股上面的一個風險 就是說個股上面的陷阱 它還是存在著啊 好 存在哪裡 好 待會我們就從大立光這個角度裡面 我們再慢慢去推演到哪裡 其他的個股 有些個股反而在這地方啊 它那個頭部就出來了 甚至於在頭部出來 它還在下跌 那這東西呢 我待會再一一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那有任何的問題啦 那需要我幫忙的 你就打電話進來 那我們待會就來看 整個個股的架構 OK 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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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很久 27810909 大盤亮縮 股票別亂追 期貨空間加大 把握作響 1加1 絕對大於2的績效 並打倒顧蕭老師 古家旗168雙銀計劃 古家旗168雙銀計劃 坐車線0227810909 27810909 紅燈衝啊 麻煩靠邊 有警察 天酸 大盛啊 千般不當落跑啊 違規拒絕藍剪逃逸 不僅危險 還要多吃一張 最重3萬元的罰單 並且吊扣駕照6個月內 瞎會 可以這麼大 萬一撞傷或撞死執法人員 更會被罪重處罰15萬 並吊銷駕照喔 我看還是乖乖配合好了 違規拒解逃逸 重罰加扣照 致死傷 吊銷駕照 內政部結交署關金銘 好 歡迎來到現場 目前指數大漲了202點 不過成交量我們剛有說過 到收盤大概頂多1600 1700 因為現在成交量也只有1384億 現在已經1點20分了 已經1點20分 所以量沒有完全出來 那當然量沒有完全出來 指數能夠大漲 它也代表說 市場賣壓沒有那麼重 也代表說 大家也不願意殺低 但是我剛剛從趨勢的角度 從國際股市結構的角度 然後再從整個籌碼的角度 我跟大家說過 這個盤不是回升 如果你認為是回升 你現在趕快拚命買 既然是都回升了 你還不買 問題是你敢買嗎 前面股票已經套一堆了 對不對 現在都在擔心 所以大家都想要解套 都想要解套 但有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也代表說 那個籌碼還在亂當中 還沒有理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 個股的結構要怎麼看 剛剛我們說過了 因為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外資期貨商會就增加8000多口 所以我上禮拜五就跟他說了 因為你跌一個禮拜 這禮拜要談 問題這禮拜的反彈 又遇到什麼 這禮拜只有三天假期 所以通常市場買盤縮手是合理的 但是明後兩天 要預防 丙總賣壓要出籠 因為那麼多天 還要加利息 那到時候 中間這個國際股市會怎麼變化 不知道 所以明後兩天的壓力會出來 那特別留意 好 那現在從個股的角度來看 要注意 不要有高點不賣 然後 越買越套 越套越多 那就很麻煩了 我們來仔細看 剛剛我一上節目就跟大家講 如果這裡是回升 照理說今天大立光不應該 讓你看到低點 對不對 這裡都是最弱的 而且台北股最好的股票 一定要上來 可是他沒有 可是他沒有 好 那各位 當大立光在創低點的時候 你要注意 這裡會去帶動一些個股呢 他同樣的也會開始 有那種創低的風險在 因為那是屬於比價的效應 我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 你看 今天有些個股是不是都在創低點 對不對 你再注意看 現在這些個股創低點的狀況 會從 電子到非電子都會出現 你注意看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升級股慢慢跌慢慢跌 跌得不知不覺 就在溫水煮青蛙 那一跌下來一跌下來 又一直創低點 那是代表說什麼 很多人都跑不掉 你注意看 你看都在創低點了 今天大漲200多點了 有沒有 這些個股是不是都在創低點 這些個股是不是在創低點 沒錯啦 好 那各位 除了創低點的個股之外 現在預防的是什麼 他在走盤頭 盤頭型的個股 如果說稍有不剩 他一破景線 他也要跟著低 他要開始走普跌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這個普瑞 到現在為止 你看 他現在已經開始接近到 7月8月前面的那個低點區 那如果這一破的話 上面套牢重碼就越來越多 對不對 也兼長200點了 可是有些個股呢 做頭沒有結束 你再仔細看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 你看 大能的股票 有沒有 都破景線要下來了 對不對 你看那邊走區間 到現在為止 你再仔細看 你看 是不是創低點 有沒有 回升還是反彈 你想一下 我們現在把個股架構拿出來說一下 你看 都在走區間 怎麼搞得 談不上去 你看聯發科 禮拜五跌下來 今天稍微談起來 對不對 可是 前高也沒過 大力光在創低點 很多高價股 準備破景線 這到底是要漲還是要頂 好 你繼續思考 現在要買那麼多股票幹嘛 你看有些股票現在都這樣 對不對 那可見說 有些個股它危機沒有解除 沒有解除 沒有解除 我再舉例來看 因為街道盤現在是漲202點 可是你台北股市當時跌下來的時候 剛剛我說過 你融資減得不多 對不對 當你跌下來其實已經代表說 很多賞戶它本身的融資維持率它不夠 當它不夠的時候它會怎麼做 它會去把那個 因為要補錢了嘛 它會去把那個有賺錢的股票把它賣掉趕快來補錢 我跟你講這樣做法是錯的啦 但是你會發現到 最近這兩天 有些股票為什麼壓力都出來 你看這些都是屬於中小型的個股 有沒有 你看是不是在跌 今天漲200點 有些個股還在跌 你看是不是都跌下來 你看這些中小型的個股為什麼跌 你看那創委是不是也跌下來 這跌下來反而還開始在這座頭 你看是不是都跌下來 對不對 也就是說 遮盤到現在為止 從上個禮拜就有一個現象 因為當你指數破警線之後 代表說你上面的人都幾乎啦 我沒有說百分百 起碼95%的人是套牢的 跑不掉 那更何況在這一段區間裡面 一下漲風電你也有 漲太陽能你也有 漲生技你也有 漲塑化你也有 漲航運你也有 哇你什麼都有 我就跟你說過了嘛 頭顧老師都有啦 每天都跟你說大賺 可是呢做這個盤的 在這幾個月一直買股票的人 幾乎全部都是套牢 都是賠錢 就只有頭顧老師是賺錢 那可見得 你老師在店上講的股票你沒有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就不用參加了 沒有一點意義都沒有對不對 那現在你會發現到 這一些漲多的股票它為什麼會跌下來 因為你維持率不夠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要補錢 你要補錢你就會去賣一些個股 來去補一些弱勢的股票 但是我說這樣做法不對 那要怎麼做 打電話進來我再告訴你怎麼做 好不好如果有這個疑問的話 你打電話進來我再告訴你怎麼做 你的維持率會提高 OK好 但是當這些比較屬於那種 之前比較強的中低價的個股 都已經開始跌下來了 那代表說整個市場的維持率它是鬆動掉的 當你鬆動掉的時候你現在預防什麼 你其他的個股如果再跌下來 你維持率一定不夠了 再說一遍 有些個股如果說再繼續再跌下來的話 那它一定又再拖累你的維持率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點了很多股票 你看喔 我再讓你看一下 你看那個恆大 有沒有 禮拜五就一根黑葉棒下來了 今天又再跌嘛 到現在為止呢 現在為止呢 再創低點 你看那個康納鄉 也不能再跌了 再跌上面越套的人越多 而且這種小股票你什麼時候寫套我不知道 國望生也是一樣嘛 都在走區間嘛 那如果說再跌下來呢 你現在這上面買的已經套牢了 你前面這邊買的已經套牢了 只剩這裡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再跌下來呢 就越套越多啊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沒錯吧 你看喔 現在這種狀況 擴源從電池非電池都有啊 美麗達 巨大 有沒有 那你再注意看喔 上禮拜有些個股跌身先談喔 有沒有 彈一彈上來你去追 追到現在又再套 所以有些個股 所以有些個股彈起來是要讓你賣的 不是讓你去追的 有沒有 你看今天 爆裂前幾天要反彈 進場去追的到現在為止呢 都在等解套 有沒有 這樣的個股太多了 我不要再一一點了 這一點又得對了 可是我只是要提醒你啊 指數最少 當然問題是 這個地方不叫做回升 它只是反彈 如果只是反彈 沒有什麼好高興 你會看到很多老師今天會很高興 問題是 好不容易 前面套一堆股票 好不容易今天可以喘口氣 可是問題是這不叫回升啊 你前面套的股票都還是一樣啊 還是在套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提醒你啊 因為這樣的盤在這個時間點 它只是小反彈啊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這裡有的時候啊 留得青山寨不怕沒財燒 個股能調整盡量調整啊 你買了一堆嘛 好不容易反彈起來你不賣 你什麼時候要賣 那你要留意啊 剛我說過嘛 你國際股市都要再跌啊 如果說再跌下來的話 覆巢之下無完軟已經看到了 再跌下來 會更麻煩好不好 所以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晚上九點半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090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大盘亮缩 股票别乱追 期货空间加大 把握作响1加1 期货